十年時間是時候說再見 33歲職業生涯的微星 告別天氣陰沉的曼茨斯特 回到氣候暖和的西班牙 十年前我告別馬德里接受新挑戰 來到曼盛的時候 我和他們一樣都是一張白紙 但我們成功將曼茨斯特沾上藍色 我在英超射低了自己的歷史 完成任務成為英超外籍神射手 轉眼十年老朋友召喚我 我是時候接受新挑戰 你好我叫阿古路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一秒拳王中周天仁出生時 四過一秒 結果他得到了預知一秒的超能力 我的出生過程同樣充滿波折 1988年 阿根廷的布爾諾斯艾利斯 由於風暴關係出現大洪水 我父母的家庭都受到影響 當時媽媽已經懷孕 但結果由於洪水的傷害實在太大 我們被迫遲離家中 媽媽也沒辦法在一個好好的情況下養胎 更要命的是由於這次洪水 醫院的工作量超負荷 結果媽媽只能夠前往她 來家三個小時車程的市中心醫院求診 但由於寂寞難耐她之後又選擇出院 結果在我出生的時候 媽媽總共走了三百米的山路才到達了醫院 但更不幸的是臨盤之際 醫生發現我卡住了 因此醫生建議用工具開刀 不過在手術期間我的鎖骨骨折 幸好在一片驚濤蟹浪 和差點腰折的情況下 我都來到這個世界 然而醫生對於我的健康情況並不樂觀 但幸好的是兩個星期後 總算穩定下來 醫生都說我是 意思即是會帶來運氣的孩子 他亦都沒有看錯我 在之後的人生 確實為我的家人帶來幸運 阿根廷並不像香港那樣高羅林立 我家附近也只有木場和足球場 木場帶給我的空間 令我可以亂跑亂跳 好好和大自然親近 家日的時候由於爸爸的球員 所以在比賽的時候 總是會帶我到場參與 看著爸爸比賽 我就在場邊訓練 因此對足球感到興趣 年紀慢慢漸大 但其實都不是很大 五歲左右 我就開始在鄰居的協助客 逃學啦 偷走 但我不是去作奸犯科 媽媽她總是很擔心我 但同時也很放心 因為我只會出現在一個地方 泥地足球場 這裏並不是正規的球場 所以要更加小心 球場裡可能有石頭或瓦力 令到球場的去向更加不可預測 亦更加考驗球員的反應和應變能力 慢慢就變成了在球場上的直覺 而由於阿根廷沒有太多娛樂 所以鄰居有空的時候都會來看比賽 一起熱鬧起空 這會帶來壓力 但同時我們也可以享受觀眾的歡呼 在這裏高手臨立 龍蛇混集 幸好的時候有些大哥哥會友善地對你作出指導 但在比賽的時候大多數都毫不留情 粗野的攬子 粗口還飛 這些只不過是日常 他們為了勝利 絕對不會讓你有空間思考 你的頭腦必須要更加清晰和靈活 假如有過多的盤頭 絕對會令你惹想麻煩 因此在比賽打架這些情況都屢見不鮮 為了球隊 無論你年紀大小 你都總是要出頭打架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未打過架 不要說自己踢過來地足球場 但這也是為什麼阿根廷球員這麼有鬥心的原因 在這邊足球土地下成長 你不希望被欺凌的話 唯一的方法就是成為球場上的贏家 令自己變得更強 這一點絕對影響到我往後的職業生涯 承繼著這麼多位球場上師兄的球技啟夢 慢慢運然天成地出現了現在的我 在球場上的童年過得非常之快樂 在她的腳盛中 你現在從後的腳盛中 在股票上有很多非常之快樂 他在健身中就有了很多這些技巧 在她的手術中 他老師有了很多我 那年我九歲,我第一次登上了報紙 我們的地區成功贏得周濟冠軍 我的表現亦受到好評,所有人都享受我的表現 我成功將在街場學到的東西用在比賽中 根據教練所講,我當時的腳力和技術已經遠超同齡的球員 出色的表現令我的名字變得皆知學物 他們總是會期待我控球,每次控球時都會為我歡呼 他們一早就替出了我的潛力,足夠成為一位國腳 我對於足球的熱情不是技術,當然都引來了很多球譚的關注 也都收到不少的邀請,但我並沒有前往球會試腳 原因其實是因為當時我的身形非常之矮少 由於家境貧困每日的食物就只有麵包和牛奶 所以從小到大我就只能夠憑著我的一技之長 代表不同的球隊比賽,為家人賺錢,減輕負擔 但你要我自知去試腳的話,實在是百上加筋 何況試腳又不一定成功,所以我更加不敢貿然決定 爸爸當然不希望擔誤我的前途,所以一直找門老籌集資金 結果我爸爸的好朋友Edwardo Gonzalez 他終於找到贊助去支持我了 我亦都有機會前往獨立隊一展所出 經過試腳之後,球隊就肯定了我的能力 11歲的時候,我正式代表獨立隊出戰 在獨立隊青年軍的這段期間,我終於受到了正式訓練 我見過很多有天分的球員 在體制中因為戰術、紀律、關係等因素 無法適應,結果失去自己的光幕 但我沒有想太多,努力適應吧 每次比賽之後,我總是會隱礙訓練 我每天在這裏都學會了新的東西 他們教會了我尊重做人和代人之物 隊友和教練的了解,令我適應得非常舒服 亦都令我的潛能能夠好好發揮 所以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們 為了報答他們,我都盡力比賽 協助獨立隊獲得大大小小的青年賽冠軍 我的表現亦都很快吸引到一隊教練的目光 2003年7月5日,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15歲的時候,我打破了馬拉當納的紀錄 比賽未斷換入,上演了職業生涯的地標戰 成為阿根廷甲組聯賽最年輕上陣球員 這個紀錄可以說是震驚了阿根廷內外 這個是阿根廷足球歷史性的時刻 阿古魯這個名字亦都變得戒指學問 這場比賽,我還遇到了我將來的隊友薩巴列達 和他硬碰了一次,我們經常都說氣的 這個紀錄當然為我帶來壓力,但更多的是榮譽 之後獨立隊就迎來了一位新教練 1978年,阿根廷世界盃奪冠功臣米列迪上任 我的爆炸力,腳發,打壓力,眼神 都令他想起了巴西獨裸,羅馬利奧 他要我模仿這位巴西名將的踢法 果然聽從了他的意見之後,我在比賽中更加如如得碎 亦都因此得到機會代表阿根廷U16出戰 我記得有一個男人在電視上 他在巴西獨裸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在2005年世青杯奪冠議會 但賽事前,其實我已經算是惡號 我稱回竹馬的好朋友,獨立隊的門長莫蓮拿 因為車禍細細,當時是美斯告訴我這個消息 比我年長的他一直都安慰我,自此我們就成為了兄弟了 我們立世一定要將這個冠軍獻給我的自由 我們的背景相近,同樣都是月級挑戰 但我們都清楚自己的能力是別樹一格的 教練明白我的未來是屬於歐洲的 所以都安排了在巴塞隆拿效力的美斯成為我的室友 分享他在歐洲的經驗給我,讓我遲些可以好好適應 我們大家都知道對方非似中物,但我們互相吹谷,互相合作 場內場外都合作無間,但不包括運送零食 我的性格開朗樂觀,美斯就較為沉穩冷靜 雙方互補不足,我們成為了阿根廷的黃金拍檔 在球場上無見不出,直到現在我和他的關係都是情同手足 在荷蘭舉辦的這屆細青杯,我們的勝利來得非常有說服力 擊敗了法比加斯和大衛斯華坐陣的西班牙 四強又擊敗擁有菲納比路爾斯的宿敵巴西 最後在決賽面對李日利亞,我博得了12碼 美斯操刀成功奪冠議會,以制莫蓮娜在天之靈 我也順理成章成為歐洲球會追逐的目標 不過我沒有急於前往歐洲,當然一方面是因為價錢的問題 但這個決定也沒有做錯,細青杯之後我正式被升上一隊 我的第一個正選球櫃就著起了10號球衣 我感受到球會的期望,所以我希望成為球會的傳奇10號 36場攻入18球,這個是我第一次擔正的球櫃 這個球櫃最經典一戰就絕對要講起阿根廷打鼻了 我們面對著擁有名將斯蒙尼的死敵,競賽會 能夠在這場重要的賽線梅開爾道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至於能夠上演了一齣千里走單劇就更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 當時我在半場邊線接應,先用肩膊做一個假動作擺脫 然後再繼續引球推進,禁區頂面對著後衛舞動射腰 將他壓低之後利用我不純熟的左腳射入了一個標誌性的入球 為球隊血洗死敵,將入球獻給莫連娜 我們的儀式夢想終於成真了,聽到球迷的歡呼 我感覺到整個世界都是屬於我的,完成任務報答了養育之恩 正當我打算繼續在獨立隊建功立業的時候,人生是不可以預測的 我將要離開了,馬體會在季尾交出了一份不可以拒絕的報價 17歲的時候,我終於都要來鄉別井接受新挑戰 前往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國道,歐洲 十七歲一個人跨越大西洋,來讀馬德里 無論是文化社會,聽是法都為我帶來一個新的衝擊 父母不在身邊,完全陌生的環境 最接近的朋友或者遠近在巴塞龍 背負著鄉親父老的期望,球會轉會廢紀錄的壓力,我絕對不可以失敗,但正因為這樣,我更難適應 開季之後,我更加因為用手入球惹了西班牙球迷的贊馬,我差一點就被壓力拖垮 正當我廢殺思良想走出困境的時候,一位聖英向我伸出援手,讓我拉回來 飄逸的金髮,進肖的面孔,他是費難度托利斯,西班牙王子,我們的隊長 他19歲就負起了隊長這個責任,他很清楚我的處境,為我承擔入球的重責 雖然只是給我年長4年,但他已經是一位世界級的射手 無論是生活或球場上,他都完全毫無保留地教導我,他不斷向我分享前鋒的心得,包括射門,走位等的細節 我跟他的關係大概是亦師亦友,或者他都心知自己即將離隊,所以都對我傾狼相守 結果我跟他的默契和感情都越來越好,我們還一起去紋上了魔界Elfish名的紋身 第一季作為王子的副手,我攻入了6個入球,表現算是不過不失,但要走的始終都要離開,王子始終都要在外闖蕩 2007年托利斯出走馬德里前往利物浦,我自然要為隊長肩負起這個責任,成為馬體會的頭號射手 為了證明我的決心,我首先肩負起國家隊的任務,我在2007年U20世青杯再次為國家上陣 這次沒有了尾士,我要肩負起帶領後輩的任務,我成功和迪馬里亞羅都默契 決賽在落後的情況下射入奠定勝局的一球,協助球隊衛免世青杯 我自己亦都成為了金球長和金校長的得主,年尾更加獲得金銅獎,證明身價,證明自己其實是可堪大用的 而馬體會亦都盡力配合我,他們並沒有浪費到菲蘭道托利斯的轉會費 他們為我帶來了另一位好拍檔獅子王科蘭,我們這隊南美組合成為了文風喪膽的存在 當中我跟他代表作絕對不可以不提反勝巴塞隆拿4比3的賽事 我們兩個各自梅開二道,擊敗了我兄弟美斯和亨利的西甲強號巴塞隆拿 而且我們還協助馬體會在十幾年之後再次拿到歐聯資格,在0910球季我們再接再禮 我們成功殺退強敵打入了歐敗會決賽,面對著學神帶領的富咸,我們再次陷入了苦戰 進入到家事階段,我們這隊南美組合再見其功,我在邊路突破傳中 科蘭馬上心令神輩,結果射入了奠定勝局的一球,協助球會拿到十幾年後第一局的獎盃 而且一不離異,兩個月之後歐洲超級杯,這次終於輪到我拿到進將殺死比賽 擊敗歐聯冠軍國際米蘭,協助球隊登上歷史上的一個小高峰 踏上了復甦之路,慢慢成為現在的西甲浩門 徵戰了多年之後,我其實都只不過是23歲,年紀不大不小,我都開始想去找新挑戰了 我也都很清楚這次轉會,意味著我職業生涯將會大部分時間效力這間球會 意義非常重大,所以必須要三思而後行 但球會高昂的索價無疑是一大障礙,結果我唯有公開宣布離開 這個舉動令我成為馬體會球迷的眼中釘,但我的策略成功了 見到球迷和我的關係細成水科,球會也都無意再流人 當時皇馬和祖雲達斯這些傳統浩門都對我非常感興趣 但一間球會意話不說,迅速地就完成了交易,並且交出了一個長遠的計劃 雖然他們並不是一間頂級球會,但他們野心十足 因此我都答應去到曼茨斯斯特,加盟野心十足的南月亮曼勝 展開我和他們稱霸英超之旅 再次適應新環境,我不再是17歲的小朋友,英超或是全世界最獨特的聯賽 速度快,執法斜度寬,力量又強 這種風格令到無數的南美名將,例如幾季前加盟的羅賓奴 我的前拍檔科蘭等等都無所釋速,最終失敗收場 但對於我來說,這種風格簡直是天作之俠 這不是我從小到大阿根廷街頭接觸的足球嗎? 既然之前的南美球員沒有取得成功,就讓我征服經輪 雖然只是一支剛剛起步的球會,但陣中已經有不少出色而且年輕的球員 例如大衛斯華,耶耶托尼,金賓尼,拿斯里等等 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能扭轉戰局的球員 2011年8月15日,我正式是英超登場 我的地標戰對手是屎雲斯,第59分鐘入體面對著萬城球迷的熱情款待 我決定送一份見面禮給他們 我用了31分鐘,攻入了兩球,一個助攻 當中包括一球離門30碼的遠射,射球就好像箭一樣直插死過 這支箭不只射穿了屎雲斯的大門,更射出了戰術,正式向列強宣戰 炒鬧的鄰居將要在英超掛起南月亮 我們在這一季的開局非常順利 我,大衛斯華,迪維斯的默契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在經過意大利明穗文仙尼兩季的重建之後 球隊開始展現出王者的風法 在9月大勝英超黑馬二次5比1 經典的作客奧脫福血洗曼聯6比1 一切都展現了我們的紅心壯志,扣納了我們爭冠分子的位置 半季的時間我已經攻入了13個入球 頭13年比賽我們拿到了11勝2和的不敗走勢 但一個球季總沒有可能一直一帆風順 由於傷病和皮帶的問題,我們的戰績開始下滑 三元分五場賽事只贏得一場 在季尾輸給阿仙奴之後,我們更加落後到比馬雷百分 要拿到1968年之後第一個聯賽冠軍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但只有堅持到最後的人才會見到希望 只要數字上有希望,我們都不能放棄 結果我們的堅持有價值 萬聯歸尾斷崖式的滑落,令我們在打敗他之後 成功扒絕得失球重登綁手 我們只要在最後一輪打敗他們,我們即可奪冠 然而深受呼吸壓力的QPR當然不會輕易放過我們 這場比賽絕對不輕鬆 幸好的是薩巴列達的入球領我們取得領先 但在下半場比賽就出現了180度的變化 一切的開端來自列史國的犯錯 QPR單刀追和,球場的氣氛變得更加緊張 雙方更加互不相約,這樣拉緊的情況下 網巷,祖爾巴頓率先爆炸 他先是襲擊迪維斯,我當然是上前為隊友出頭 突然間一切就好像回到阿根廷的街場一樣 祖爾巴頓在拿到紅牌之後更加深深不奮向我偷襲 比賽的火藥味去到最高點 這場比賽我們必須要取得勝利才能將冠軍留在伊體哈特 我們的大軍壓敬全軍壓上 但或者是因為衝突帶來的同仇迪戈 打少一人的他們反而更加團結 龍門又如有神助,終究我們都是無法再次拿到領先 久攻不下的情況下,後防更加出現漏洞 65分鐘QPR邊路突擊,插碎式球槌取得反線 球隊士氣更加低落,全場氣氛,仇雲慘無 整季的努力,看來就來要付諸流水了 我們慢慢失去了耐性,開始亂起腳 拿斯利迪維斯瘋狂開炮,邊線不斷傳中 文仙利把所有飛機大炮都放入場內 但都是無法射穿他們的血肉長勝 直至到91分鐘,我們先憑著角球 利用迪斯高的新高優勢追上一球 我感覺到球場的氣氛開始改變了 那時候我就在想,只要給一個機會我就足夠了 我跟巴洛迪要求,要求他留在9號位 我墮後拿球,準備隨時跟我撞場 令進攻更加有效率,今次終於抽效了 董事瘋狂開場 他們2秒,在4個比均居上 我猜我寫了很多東西 我猜我撞到球 我鬥的聲線 我猜減今日會選擇 判的話 但我會不 所以,我最後是想哪個場景 我會拒 suppose 打球 93分20秒 英超歷史上最經典的時刻 曼城歷史上最重要的入球 重要時刻保持冷靜 面對壓力的時候尋在面對 必須要相信自己作為一位射手的搬勒 我講過他們只需要一位能夠扭轉戰局的扣捲 我成功美行承諾 留下了傳奇的一萬球 我們打開了曼城歷史性的一頁 這個絕對是我精劍生涯最重要的時刻 拿到這個冠軍之後 我們也正式升約成為英超浩門 當然旁邊的紅魔鬼都不是線類 由於接下來的球櫃 我受到傷患困擾 球隊結果在被大幅度拋離的情況下 失落冠軍 曼城重奪聯賽冠軍 但我總算在佩格遜的最後一場 曼城歷史特打被一個人 突破四個曼城守衛射破迪基亞 最非以忠實變成Mins就是這一仗 這場勝利令曼城不至於被傷殺 挽回一點顏面 不過無論發生什麼變化 曼城的崛起已經是大勢所趨 在這季結束之後 其實王家瑪德利也有邀請我回到西班牙 但我非常清楚 皇馬擁有斯安拿度 加上我感受到曼城球迷的愛和支持 所以最終都決定留在這裡 成為曼城的轉期 而這個決定也非常明智 雖然經歷了換歲 但我還是保持一貫水準 效力曼城的這十季 可以說是拿到極大的成功 無論是哥迪奧娜 帕利堅尼 我們都希望在英超別樹一格 我們的踢法更加著重地面組織 在這種體系下 入球就變得更加順手黏來 我們在這十年裡 拿了五次聯賽冠軍 完成了聯賽聯賽杯社區 推敦足總盃的本土大滿館 除此之外 我們的影響力也延伸到歐洲賽場 14年的時候 我就利用一場武指氣法 幫助球隊在歐洲賽場打響命堂 打敗德甲巨人 拜仁茂尼克 1415球櫃 我憑著24個入球 終於第一次成為聯賽的神射手 15年 對著紐卡蘇的時候 我用了21分鐘 憑著我的左腳、右腳、頭腸 上映了一套完美的武指氣法 我亦都成為了力泥地 5位能夠在英超單場攻入5球的球員 2017年對著拿玻璃的入球 更加幫我打破了球隊名宿 Eric Brooks 保持了78年的球會入球紀錄 2020年1月 我上映了英超生涯第12次的Head trick 雖然已經是第12次 但今次更加別具意義 用了9年時間 我終於射入了在球隊第175個入球 超越亨利 成為英超史上外籍神射手第一位 我獲得的比我想像中更加之多 我成為了萬城的英雄 這10年入面最激烈的增冠 相信莫過於1819年和利物浦的決戰 在這場天王山之戰入面兩隊的狀態都處於巔峰 主場出戰的我們雖然略有優勢 但利物浦毫無巨息 甚至一度憑著高壓踢法克制我們 在這個時候我清楚自己必須要挺身而出 我單槍匹馬不斷地挑戰雲迪克和魯夫雲 但都屠羅無功 結果下部場終於成功把握魯夫雲一次的松下 搶先一步拿到斑拿杜斯華的傳中 憑著一絲空間狂抽網頂射破巴西門神艾利神 結果球隊以2比1打敗禮物浦重上榜首 在這個球櫃我們最終成為了史上首支本土三冠王 在英格蘭足球歷史上再創紀錄威風百面 不過歲月催人腦在近年我都開始慢慢被投限自散 但為了球隊能夠成功我都願意配合 可惜去到今年我們的關係終於走到結尾了 今年3月我們終於結束了賓主關係 但直至最後一場比賽我都還在破紀錄 今季的借幕致面對著愛華頓 我一頭一腳協助球隊大勝5比0 我的羅馬利奧式射球相信足夠證明我的身價 這兩個入球也都令我打破了朗利為同一間英超球會入球最多的紀錄 總算有個美好的告別 但唯一的遺憾可能是在這10年入面從來都沒有拿到歐聯冠軍 尤其是在最後一場沒辦法後備入體扭轉戰局 沒辦法令到萬聖球迷夢想成真 不過或者真是沒可能要求更多了 拿最佳球員的次數多到我可以用來做遊戲基礎 令到萬聖成為所有豪門都忌諱的球隊 10年萬聖生涯無悔啦 自由身離隊的我收到好多的報價 但沒有任何一個比起兄弟的邀請更加吸引 我說的兄弟自然是球王美斯啦 巴塞隆拿成為了我的新一閘 年紀不小了 有什麼比起同兄弟並肩作戰衝擊冠軍更加之好 一切就好像回到少年事一樣 但現在這一刻 我們首先要專注美洲國家杯 就等美洲杯為我們這對黃金組合打向頭跑啦 一切準備就緒 讓我們明天早上8點打破魔咒啦 阿根廷不會再為我們哭入啦 差點腰節 居住在貧民區 沒有足夠的糧食 但我學會了物敬天窄 適者生存 古往今來幾多球星出生於街場 他們很多都是來自停車場或環街宅行 但工當藝術 訓練得夠多的 自然能夠去到草木捉石皆可成劍的地步啦 沒有從小受到訓練是否一個缺陷 或者啦 但經驗不會白費的 學會的東西總會有一天派上擁桌 沒有足夠的錢去接受正規訓練嗎 我在街場打響名堂 等大家都見到我的光望 對比起能力 有時心態更加重要 當你一直努力練習 虛心訓練 或者你走的路被人搶 但學到的東西總比人多 15歲第一次出場 直到現在總共18年 我好像其他新星一樣消聲匿跡 正正是因為這個心態 33歲 完成在曼城的任務 我又要接受新挑戰了 歐聯 世界杯 我和美斯來了 送走了阿古路 我回來了 本來以為搬治過止很輕鬆 加點資料 調音字幕就算了 但看看都是發現那時候的我有點不足 每一集都能夠有進步 這個是一個目標 不有人的東西不做 尤其是面對一個這樣的傳奇 雖然我不是曼城球迷 但他確實征服了英超 所以就改一下他用第一人稱的視覺寫 希望你們會喜歡 快到3萬訂閱 多謝你們的支持 我也好像快要結帳了 應該會說一些未來的方向 說一些我對你們的心底話或問答環節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share和comment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Ryan 下次見 我不會分享給你的臉 好可憐 他就算是在那裡 好的 好可憐 好的 你們 真的很可憐 投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